海贼王,霍金斯失散了!这三种方法可解除能力,交兵必败。 在海贼王漫画1022画中,霍金斯以稻草果实的能力将基德与自己的稻草人分身相连接,自己受到的伤害会一五一十地传递给身为稻草人分身的基德。 要是基拉对自己下杀手,那么基德也会因此而丧命,在这其中其实有三种方法可以改变基德身为稻草人分身的命运,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基拉攻击霍金斯的左手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德的身体了。 在与红发海贼团战斗过后,被香克斯砍下了左臂,为了弥补左手的力量,基德利用磁力制造出了一条机械手臂,在能使用能力时,左手会以机械手臂的形态保持,在被海楼使束缚的情况下,则无法形成机械手臂。 而霍金斯的稻草人分身在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攻击后,稻草人也就会失去原有的作用,从霍金斯本体自动剥离出来,基拉身为基德最信任的船员,必定不会为了击败霍金斯而让基德身见险性,但同时基拉对基德也十分了解。 或许可以通过攻击霍金斯本体的左手而让基德摆脱到草人分身的命运,毕竟基德的左臂是机械手臂,即使受到攻击机械手臂被毁,基德也能利用能力再次制造,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罗的手术过失 其次,就是罗手术过失的能力了。 罗的能力简直是天克霍金斯,在罗的能力范围之内,受到自己斩击的人物不会死,但是能解除身为到草人分身的命运,只要身为到草人分身的人物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攻击,也可以解除到草人身份的命运。 罗先前就曾与霍金斯战斗过,短暂的交手让罗分身出了霍金斯的能力,即使把身为霍金斯分身的手下全都以ROOM进行攻击,让其都失去承受伤害的作用,再次攻击霍金斯之时。 霍金斯也只能进行防御了,因为没有分身可以帮忙承受伤害,所以只要罗在ROOM内攻击基德,也可以打乱霍金斯的如意算盘。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安排罗和基德一同对付BigMOM的原因吧。 拉开一定程度的距离。 最后,就是距离问题了。 最后,就是距离问题了。 同时也还存在着距离的问题,一旦超过这个距离。 霍金斯的稻草人分身将无法发挥作用,如果真的没有距离限制的话,那么霍金斯岂不是无敌,到哪里都安放几个稻草人分身,杀人于千里之外。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